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北京就干出一个可以说绝对出乎人们想象之外的荒唐事情 今天9月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就隆重举行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习近平颁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讲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件超乎人们想象的荒唐事呢 因为现代社会有两个起码的道德标准 第一个是不可以嘲笑残疾人 第二个是不可以对受到灾害的人幸灾乐祸 然而有不少中国人对这两个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叫做不以为然 比如说2011年日本大地震并引发了海啸死伤惨弱 可是却有中国的网民幸灾乐祸说庆祝日本发生大地震 这种对受灾的人叫做幸灾乐祸 在别的国家看来是绝对不可以干的事情 但是呢很多中国人对此叫做不以为然 现在全世界新冠病毒仍然在爆发扩散之中 你像美国巴西印度 他们死亡人数都超过了10万人 在全世界各国疫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刻 中国却在大肆庆祝说我们抗疫胜利了 这个当然是让人们就是其他国家人们感到很反感的事情 打个比方你把一种传染病传染给你们的邻居 现在呢你们的邻居他们的病还很重 既是你的病好了 你也不应该搞什么庆祝活动 因为你搞这样的庆祝活动 就让你的邻居感到你这是在幸灾乐祸 绝对是一个惹人讨厌 惹人反感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般的老百姓这么做 也就算他是不懂事了 可是北京作为一个国家 那就不能干这样不懂事的事情 可是这次北京居然在这么一个时刻大稿 就让人们看上去就是那种幸灾乐祸感觉的 隆重的庆祝活动 真可以说是太荒唐了 荒唐的已经没办法形容了 我们在详细说这件事之前呢 先看一下另外一个突发新闻 这就是昨天在中印边境地区居然响起了枪声 不过这个枪到底是谁开的 是印度方面开的枪 还是解放军开的枪 或者双方都开的枪 现在还搞不清楚 因为现在中印双方的说法完全相反 北京说是印度方面开的枪 那印度方面说是解放军开的枪 谁都不肯承认说自己开枪了 不过万幸的是这一次开枪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首先是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呢 今天9月8号就宣称 印度军队9月7号非法越线 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区 印度军队在这次的行动当中 说是汉然队前往 就是前往当地的中国边防巡逻部队敏枪威胁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 稳控现地局势 北京方面还指责说印度方面打破了中印边境45年 没有响枪声的记录 在解放军发声明之后呢 印度陆军也发声明回应 印度方面的声明说 解放军西部战区的声明是企图误导舆论 印度陆军的声明说呢 印度军人根本就没有越过实际控制线 也没有开枪等攻击性的行为 而是解放军在9月7号 试图接近部署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印度军人 受到印度军人阻止的时候呢 解放军就朝天开枪 企图呢恐吓印度军人 印度陆军的声明说呢 尽管受到严重的挑衅 但是印度军人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表现出来他们一个成熟和责任感 但是呢印度军队是绝对不惜任何代价 要保护国家主权 虽然现在中印方面的说法看来是完全相反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好像印度方面说的话更像是真的 因为两军相遇朝天开枪 就是非常缺乏军事常识的行为 印度方面好像不应该这种没有军事常识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警察 对着一个没有枪的示威抗议群众朝天开枪 就威胁威吓这些抗议群众不能再往前走了 否则就要对你开枪了 那警察这样朝天敏枪 这是可以理解的叫做合理的行为 但是如果是双方的军队相遇 那士兵手里是都有枪的 如果呢一方朝天开枪敏枪表示示警 那么另外一方听到枪声 很可能就误以为你是要向他开枪了 如果对方误以为是你要向他开枪的话 那对方马上就会向你开枪了 这样双方就会真打起来 所以呢面对持有枪支的军人 你绝对不能随便什么朝天上开枪敏枪示警 这是一个军队的起码常识你不能干这样的事情 但是习近平指挥军队就干这种违反军事常识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呢这次呢就有可能是习近平下命 就是让解放军的边防部队运到 就是遭遇到印度军队时候 就要朝天开枪来威吓对方 好在印度方面还比较克制 否则双方就会真的打起来 但不管怎么说吧 这一次中印双方都承认说中印边境响起了枪声 有人开枪了 这对于中印边境的和平 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事情 中印双方的国防部长前几天9月4号 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 据说双方是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 那么从这一次中印边境响起枪声的情况来看 那中印双方的一个部长级的会谈应该是谈崩了 没什么结果 这样一来呢 中印边境再度出现流血冲突的可能性 现在看来越来越大 再转回来说北京的这个荒唐事 在现在新冠病毒正在全世界肆虐的时候 北京居然大搞一个极为隆重的庆祝活动 这个庆祝活动啊 这个隆重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 这次北京出动了国兵护卫队 来护送四名接受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的获奖者 让他们护送他们进入人民大会堂 两边还有举着红旗的礼宾 两边还有这个持枪的警卫 还有青少年家道欢迎 完全就是一个欢迎外国贵宾的礼仪 要发一个国家勋章给自己人发礼仪 发这个勋章 你动用给外宾的礼仪 那实在是太离谱了 北京出动了几十辆白色的摩托车 用欢迎贵宾的这个形式啊 护送这个中南山人 人家坐这个面包车 走过长安街进入人民大会堂 而且还把这个一条长安街这个路都给封了 中南山这些人呢 也不是外国贵宾 你用这个欢迎外国贵宾的仪式来欢迎他们 实在是不忍不累嘛 而且你把这个北京的路还给封了 阻碍交通 这完全是一个不应 就是没有必要做的事情 而且呢 北京啊 他这个欢迎外国贵宾的礼仪 如果你真要这么干 就应该让中南山他们四个人每人坐一辆豪华的轿车 这也算是一个真正的礼仪 可是呢 北京却让中南山他们四个人坐了一辆普通的面包车 你用几十辆白色的摩托车去护卫一辆普通的面包车 那真是一看上去就觉得很离谱 就像一个人身穿一个几十万元的一个豪华西装 下身呢 他配一个皱巴巴的旧裤子 让人看上去就是那个不伦不类嘛 所以呢 这是北京出动那么几十辆摩托车去护装一个普通的面包车 让人家一看就感到一个很滑稽的感觉 中南山是按照国家领导人的这个礼仪了 接受这个仪仗队和欢迎群众的这个欢迎 而且还沿着这个红地毯走入人民大会堂 这个呢 不应该是作为一个合适的礼仪 中国是号称叫做礼仪之邦嘛 但是你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礼仪 你都是有规矩的 你不能是乱用嘛 但是习近平他就是任性啊 不管是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他也不管你什么规矩不规矩 所以他居然用这种欢迎外国领导人的礼仪 来欢迎中南山这些学者 这叫做乱套笼 虽然说习近平用这么隆重的礼仪 欢迎中南山 并不是习近平真的那么尊重中南山 习近平是要借这样的礼仪 要突出他来组织这次大会 要给中南山发奖 习近平给中南山颁发的这个共和国勋章啊 这个勋章完全是一个欧洲国家式养 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那个最高奖赏就是皇帝赐给有功大神 叫做黄马罐 这个照片啊 就是李鸿章当年身穿黄马罐出国访问的照片 我们一看就好像就比较有中国的味道 对比那个中南山佩戴的共和国勋章啊 真是完全没有中国味道 不伦不类 今天呢 习近平在这个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 不仅给中南山发奖 还做了所谓重要讲话 不过这一次习近平的发表的近万字的讲话中 他念稿之后又念错了两个地方 一个呢 是把特殊形式错念成为特出形式 第二个呢 是把混淆黑白错念成了混淆黑白 其实这些字啊 并不是特别生僻的字 不应该念错嘛 所以由此可见呢 习近平他的文化功底啊 还是不够 稍微不慎就要漏气 尽管说习近平念稿又念错了 但是呢 北京官媒还是马上把习近平的讲话 作为这个金句来崇拜 在中国说到金句 那就是皇帝说的话 因为皇帝说话被称为开金口 秦始皇就说呢 寡人历来金口不开 开口不改 现在北京官媒处处是给习近平一个皇帝的待遇 习近平开口一说话也变成了开金口 那么习近平说话能不能做到 像秦始皇那样叫做金口不开开口不改呢 显然他也做不到 因为习近平他改口的事情太多了 可以说忽左忽右忽软忽硬 他根本也谈不上什么金口不开 开口不改 习近平是很喜欢搞这个什么颁奖仪式这样的出风头的事情 但是习近平他虽然是想当皇帝 也要想当一个就是表现出来一个皇帝的样子 但是他本人处处表现出来就是那个缺乏领导人的那种自信 我们对比一下川普总统给美国的年度就是国家年度教师颁奖 川普颁奖的时候他表情就显示出来一种领导人的自信 习近平给周南山颁奖 习近平的表情就是缺乏那种领导人的自信 习近平缺乏领导人的自信啊 还很突出的表现在他叫做甩锅抢弓这个方面 出了问题就要甩锅 推卸责任 有了成绩 有了功劳就要抢弓 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自己 这是习近平的这个讲话 他又要来就是抢弓啊 就是说这次武汉封城的决定是习近平做出来的 习近平的讲话当中他自吹自赞说呢 做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政治勇气 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 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虽然习近平这么自己吹嘘说 但是呢人们也很难相信习近平真的是这样做决定 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就是今年年初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呢 北京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只有李克强担任组长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是担任了无数个领导小组的组长 唯独这个疫情防控工作的组长让给李克强了 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显然就是为了甩锅嘛 如果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李克强 让李克强当替罪羊 如果有了成就有了功劳 习近平就来抢弓 一切成就和功劳都是归习近平的 如果说习近平真的有这个勇气来做这样的决定 有这样的担当 那他完全就应该担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的领导小组的组长 没有必要把这个组长让给李克强去打 在今年1月27号就是武汉肺炎最严重的时刻呢 李克强是冒着危险亲自到武汉去考察 可是呢现在呢抗疫的功劳全部归习近平的 所以呢估计很多人看了习近平说这样的话 他们心里都不会太服气的 我们当时看今年年初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习近平隐身不见了 现在呢习近平要出来把那个抗疫这些功劳都 都把它都搞到他自己身上 这种叫做甩锅抢弓啊 就是领导人缺乏自信的表现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